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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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大家好 歡迎你來到我的專欄 尿尿Netflix 我是Natalie 接下來會跟你示範不同的湯水食譜 還有小菜和甜品 希望你喜歡 第一集跟大家示範簡單的食譜 就是救命水 救命水不是救什麼命 是幫你敷面膜 如果你覺得很熱氣 很容易生非之 水唇很乾 容易上火 那就適合你了 這個水很容易做 我們先看看材料 這救命水 我們會用乾淮山 選乾淮山要留意 我們最好用鐵掛淮山 是會貴一點 但煮出來會爽身一點 就不會散光 吃完很粉 還有健脾效果會好很多 選擇淮山最重要 看到它的紋理很清晰 而且帶微微黃色 煮出來就不會酸 我們都要將它用水浸大約10分鐘 不用擔心它會好像這麼薄 煮完之後吸水會變厚 煮這個救命水當然不少得藍不幸 為什麼一定要藍杏不幸 整天一起用呢 因為藍杏是潤肺 不幸是平喘止咳 但加了不幸之後 其實整個水煮出來都會香很多 都要浸10分鐘 很多人會擔心不幸太多會不會中毒 其實你用的量不是太多 就不用擔心 因為你都未必會吃到一兩這麼多 看到橙色這一塊是什麼 很多人就以為它肯定是叫齒餅 這個叫急餅 急餅有什麼好處呢 其實它都是潤肺 也是止咳和清潔 如果滑上麵仔 經常出粒粒 很熬的話 這個就適合你用了 你會看到它怎樣選擇是最漂亮呢 最重要是大小都沒有分別 看到它是鮮明的橙色 而且不會太黏身 但你未用都一定要放在冰箱 否則香港那麼容易潮濕就會黏黏黏 我們都要把它浸10分鐘 因為會容易剪 救命水的主角當然不少得無花果 無花果有什麼好處呢 如果幫你潤醋和潤腸 你覺得很熱氣的話 其實不一定要用到涼茶 用無花果就可以幫到你了 無花果如何去選擇呢 大家經常都會貪大粒 又說要糖心 其實是沒有什麼關係的 每一隻無花果 都會有不同的味道 有一些會帶酸 有一些會帶甜 又不是經常擔心 它煲出來怎麼會酸 本身它是酸 就是酸的了 無花果要把它剪開 會容易出味很多 我們剪細一點 無花果大家都會覺得 糖心金黃色才是好 其實這些越熟就會越甜 越深啡色就會越甜 不用擔心 它不是變黑色就可以了 還有一樣東西 大家很擔心 經常都會看到 你無花果摸上手 或者看到表面的白色 就會整包扔進去 其實你不要浪費了它 因為表面有很多糖粉 在一邊收乾 將自己的糖粉迫在表面 你扔掉它就浪費了 記住一定是用乾的無花果 你不要去街市買些新鮮的無花果 會整包東西黏黏黏黏 冷了 如果你看到紫色的無花果 都可以用來煲 它滋潤度低一點 但它會互硬抗氧化一點 當然紫色無花果 花生素會高一點 煲了受熱就沒有了 但甜度會相對低一點 如果你說我喜歡清甜一點 你可以用紫色的無花果也可以 還有這個水可以雪凍喝 都很舒服 看到這個青BB是什麼 這個叫青藍 逛街市就會看到 青藍有什麼好處呢 青藍幫你清肺之外 清喉嚨之外 很多人容易扁桃腺肺炎 那就最適合了 幫你不要讓黏液 經常張著它 很容易就會感冒 喉嚨痛 這個就是最好 青藍逛街市怎樣選擇呢 大家都會覺得青藍是青BB最美 其實越深綠色效果會越好 越老身 不單是煲出來的味道會比較香 清熱的效果會更加好 我們不是這樣整顆放進去煲 我們要怎樣做呢 就要把它拍開去 拍的時候要小心 它會到處滾 我們準備一塊碗布 先把青藍包住 你就不會到處滾到到處都是 把它拍開去 拍扁了都不可以的 最好將它一開二 那個鍋位開到的效果是最好的 因為清痰的效果會更加好 你未必經常逛街市買到青藍 我們可以買多一點 用一個厚紙包住它 放在冰箱 即是雪糕櫃那一塊樹全 可以保持好久都可以 拍青藍那裏 先給你一個提示 如果你家裡的刀不夠重的話 可以用一個重新的鍋 一夜拍下去 青藍就會爆開 拿筋餅已經浸了十分鐘 我們都要把它剪開 因為會出味很多 水大滾 將所有材料加入鍋 加上所有材料之後 大滾十分鐘 轉小火煲大約兩個小時 焗十五分鐘才好喝 救命水煮了一個半小時 又焗了十五分鐘 就可以喝了 這個救命水不用擔心 很大股藥材味 很清甜 很容易入口 小朋友都很喜歡喝 這個水除了你有事才喝 其實平時一個星期煮一兩次 即是非枝都生少一點 可以放入雪櫃喝 就更加棒了 或者你打火鍋 BBQ之前可以煮定 幫你救命 聖誕節大家一定會出去開派對 開派對要化妝要貼才美女 這個湯煮完就會滋潤 今天教你用蘋果鍋頭湯 看甚麼材料 這個湯我會用肉眼 肉眼肉味濃又沒那麼肥 清淺一點 一定要肉是凍水出水 出水後有很多泡 記得沖乾淨才煮湯 這個湯會選擇新鮮海竹頭 為甚麼用新鮮海竹頭 滋潤度高一點 煮湯沒那麼酸 和養陰補氣血一點 不過你未用 記得放在冰箱 即是雪糕櫃那一格 保持得最靚仔 現在將它切開 大家記住 鑊都一定是用之前才切開 通常肉粥的湯都會有沙心的存在 有甚麼好處呢 沙心就是養陰潤肺 不過記住 藍沙心和不沙心 是兩樣完全不同的東西 如果你在家煮湯 一定是選擇不沙心的 那怎樣去選好呢 不一定是太粗身的 最重要是它淡黃色 沒有漂過 而且看到它是完整整齊 就可以了 沙心拍斷它便可以浸 浸大約10分鐘左右 蘋果是潤醋和解殼的 如果你經常那麼乾的話 就用它 其實比用雪梨 因為雪梨始終帶點行 但我們煮湯的話 一定要選這個蛇果 為甚麼呢 用蛇果的話 不會容易散開 煮完湯 都是完整的 我們先把它切到頭尾 去皮 有些人不去皮 就看你自己喜歡 蘋果把它切開 去到心去 煮湯就不會酸了 蘋果未用 加入鹽水浸 就不會太快氧化變黑了 這個湯我們會用乾螺頭 乾螺頭怎樣去選呢 不用一定貪胃的 大最好選紅肉 紅肉和白肉是不同的 紅肉價錢貴些 但是鮮度高些 又沒有那麼硬 不需要浪費時間去浸 怎樣處理它呢 拿熱水先烤它 烤它兩三分鐘 撈起它 整隻放下去就不出味 用剪刀剪開 讓它更出味 接下來我跟大家說明 冰鮮螺頭怎樣處理 又說乾螺頭比較好 是假如經常用M-tone 腰骨和手術口 其實用乾螺頭會比冰鮮螺頭 因為冰鮮螺頭比較寒濕 但有時候大家家裡有很多 冰鮮螺頭 又不知道怎樣處理 整體都很腥 教大家處理一下 我們先把鹽 我們看到這個黑色的位置 如何處理它 要是用刀剪開 其實用刀剪開 就已經會刮掉黑色的東西 我們在中間開一刀 這樣就撕出這個腸 現在還未得要處理它的鑊 它很濕 我們把它鎖一鎖水 如果你覺得它太大塊 你可以把它一開二都可以 鑊已經預先預熱了 我們把鑊頭放進去 用白鑊先烘一烘 看到它黃黃的色 我們就沾點酒 這個步驟有什麼好處呢 將裡面不好的味道 和污髒的東西 全扯出來 你看到它有很多泡 就是那些污髒的東西 我們沾點酒 沾點酒 沾點酒之後 再加水 等它沸起之後 你會看到很多白色的污髒 就是將它不好的味道 和殘全都撕出來 記得用之前要沖乾淨 這個湯我們會用到鐵棍淮山 為什麼今次不用乾淮山呢 乾淮山和新鮮淮山效果不同 乾淮山以健皮為主 新鮮養飲水為主 既然你說派對之後想水潤一些 想妝貼一些 又怕睡得不好的話 要選這個鐵棍淮山 將它刨皮 淮山切開一段段 不要切太細 煮完可能會不見了 用不到一匹 水大滾把所有材料放進煲 加了所有材料之後 大滾十分鐘 轉小火煮兩個小時 加鹽調味 這樣就可以了 湯煮了兩個小時 現在就可以了 給你們一些小提示 如果你的身體比較弱 比較乾燥 可以加入鮮 或是枝菇一起煲 喂喂喂 看完片不要走 記得要訂閱我們 我們會繼續和大家分享 健康和養生資訊 陪大家追求健康 享受精彩人生 有些人 還有一隻的照片 有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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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